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12号将启程前往北京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 在访问团出发前,今天马总统接见的吴伯雄就此行交换意见 再也立委批评,这是国共密室协商又一桩 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受马总统请托前往中国大陆与习近平会面 国民党以中共十八大后国共最高层级会晤,描述吴席会 随团前往的包括洪秀柱、詹春博、苏琪等人 去年三月吴伯雄会胡锦涛,抛出一国两区 在台湾引起渲染大波 这次马总统吴席会前,与吴伯雄交换意见 是否替国共高层传话,在也立委要求公开透明 在国民党在也时代开始,就去开辟这个国共密室会谈 我们一直怀疑说这个内容如果不能对国人公开监督的话 光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两党来宰治台湾 或是整个中国的前途 这种做法我认为不堪检验 我们一定要睁大眼睛去监督他们 有没有做出不利于我们国家主权跟经济发展的事情 吴伯雄第六次代表国民党与中共中央会谈 是否引发后续效应值得关注 新唐人也在电视 前段想留自营,台湾台北报道